接著來是唇彩 先跟你們分享我現在嘴巴上擦的 這個超級持久 就我擦到現在 應該一兩個小時了吧 我都沒有補擦然後我中間有喝水喔 你看我喝水 有印子印到杯子上啊 可是嘴巴上那個顏色 一直都還在而且那個 微微晶晶亮亮的感覺也還在 這個我超級推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牌子 我以前沒有看過 我是在Olive Young 看到試用之後很喜歡 就買了它是拍子這樣 應該是Wake Make 吧我不知道 然後外包裝 是長這樣它是 算是那種唇露型的 然後顏色 看起來是很霓紅 但擦起來還好就是很亮的桃紅 很適合夏天很可愛 這個顏色我非常喜歡它是04號 這我真的超推 超級推我很喜歡 好 接著呢這個我也很推 是Clio的霧面液態唇膏 它的妝效啊 跟Armani的很像 但是價錢比很多 先試給你們看 它是這樣子 也沒有很霧就是半霧面 有一點絲絨感但是跟上面這個亮面 這樣放在一起你就看得出來差別 就它是 絲絨感的液態唇膏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都試給你們看 一個是這個比較 偏紫紅色的 然後一個這個是 豆沙色 就我很喜歡這種豆沙色 兩個顏色都非常的美 然後如果你想要試試看這種 液態唇膏霧面 但是又不會太霧太乾的話 這個很棒 因為我已經用過了 然後它的那個持久力還不錯 沒有辦法不沾染 也沒有辦法 沉一天 但是持久力算不錯 可能半天會需要補擦一下 那顏色色澤也不會改變 也不會卡純紋 然後也不太會乾 所以這個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外包裝長這樣 請認名外包裝 我不知道台灣之後會不會進 我希望會啦 這個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接著呢 注意 地雷 真的是大地雷 超誇張 這個是那個 阿里達王出的 霧面液體唇膏 那 照起來是這樣 看起來很漂亮 顏色很飽和 然後那個霧感也很棒 但是 它超級黏 就是我已經用過啦 就是你擦在嘴唇上 會把你的上下嘴唇黏在一起 就如果你抿嘴啊 抿嘴抿完之後它就會黏在一起 就超黏 然後感覺很厚重 就是異物感非常的明顯 這個我真的超級超級不推 幸好我那時候看到 我那時候在店裡面看到阿 然後試在手上就覺得很喜歡這個質地 我原本是想要一次買很多回家 那後來想說 先買一支試用看看 喜歡我再回去買好了 結果買一支試用看看阿 我就超慶幸我有先買一支試用看看 而不是就直接買個五支八支回去 這個 如果你們有看到它 請務必跳過千萬不要買 這真的是我用過數一數二爛的霧面液體唇膏 接著呢我還補了一個阿里丹王的Tint 這個在韓國有蠻多 就是有人說過敏啊什麼的 但是官方沒有證實 因為官方發布的消息是另外一支銀色包裝 那個精油款的 有就是裡面好像有細菌還是什麼 但其他官方都沒有說有問題 那我用也是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比較 你的嘴唇容易會有敏感情形的話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就是有這個情況發生 那我是這個Tint我之前就分享過 那我是在買了一個我喜歡的顏色 就是這樣 就夏天我就會一直擦這種很亮的桃紅色 那這個色號是六號 然後還有兩個唇彩蠟筆 這個我也很喜歡 因為唇彩其實我都會在當地先買一支 試用看看喜歡我再回去補 所以這個是我買一支很喜歡 然後我又回去補了一支 那這個是Apu的 這牌子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念欸 反正它就是APIEU啦 這樣子 這個牌子 然後呢 它有霧面跟一般那種Cream狀的 這個霧面呢它擦起來就這樣 我覺得它的那個滑順度啊 顯色度跟整個色彩的呈現 都不輸NARS 真的不輸 然後價錢呢應該是 100塊出頭吧 100台幣出頭 非常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想要買唇彩蠟筆的話 這個我很推 接著呢是兩個蛋黃鉤 這我完全就是因為包裝買 它上面蛋黃鉤真的長得很好笑 它有這個很立體的這個頭 它上面這超立體的欸 連屁股那個形狀屁股溝都有做出來 然後這個我剛才發現它是可以拔下來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它太智障的話 你可以拔下來 這樣稍微正常一點 就是一個黃色的唇膏的感覺 然後這個啊 你應該可以去套在什麼鉛筆上面 之類的 它真的長得超好笑 那黃鉤長得超好笑的 好 那這個唇膏呢我喜歡 它 它的用法呢是那種 按的 按的它前面會跑出來 然後沒有辦法收回去喔 所以你不要按一堆 就按一點點出來 可以擦到東西就好 那它的質地是這樣 是那種 亮亮 水潤水潤的 那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脫妝 然後它脫妝就是會從 嘴唇的中央開始脫 然後唇周顏色都還在 所以它脫妝是那種會脫得有一點醜的 所以如果你擦這個啊 就要隨時助力補妝 但如果沒有脫妝的情況下 它是很漂亮 就是它就這樣 水水亮亮的 然後 遮唇色 修飾唇色的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滋潤度也不錯 所以如果你喜歡蛋黃哥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唇膏是可以買的 然後它的牌子也是那個 Holica Holica的 就是我不喜歡的那個牌子 所以 如果你有想要蛋黃哥 你要去韓國的話 你可以去這個牌子找蛋黃哥的東西 有超多蛋黃哥商品在這裡面 然後呢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Etude House的 嗯 卸唇液 就是它是 裡面長的這樣子 像護唇膏 然後擠出來的像護唇膏 就是透明的那種質地 有點像凝膠那樣 那你就直接 敷在 卸不掉的那個唇膏上 像我這邊剛剛有一條 這個卸不掉的啊 我就敷了一點 這個在上面 已經敷了大概 五分鐘左右了吧 那 敷一下啊 你就用 我會用卸妝水 或者是這種 卸妝精 然後這樣擦 你看效果 擦掉了 就剛剛這邊這一條啊 就擦掉了 它的 那個 卸妝效果 我覺得是真的不錯的 它真的可以把那種 不掉色的那個 Tint把它卸掉 所以如果你喜歡擦很持久的唇膏 然後都找不到要怎麼卸妝的話 可以去買這個 但這個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要敷在嘴巴上嘛 如果吃到啊 就不小心要跑嘴巴裡面啊 吃到超苦 超苦 就味道很 會讓人很難受 就很苦 很像什麼 吃到什麼化學藥劑的感覺 所以我用這個啊 就是會盡量 避開比較中 就是嘴唇中央的地方 就會往外圍抹 因為像其實持久唇膏 通常都是周圍最卸不掉嘛 所以這個我就是 敷在外圍 然後 敷了大概五分鐘 再把它擦掉 就可以卸得很乾淨 所以這個我很推 最後一個唇彩 也是Etude House的 它是 應該很多人認識這一支 就它是那個 雙色型的 它一個就是 正常的那種 霧面 霧面液體唇膏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呢 中間這一個啊 要按 它就會從這邊跑出來 這個我覺得 它用起來是真的很漂亮 可是 使用上昇 非常非常的麻煩 因為 它不是你按一下 它就會跑出來 就你可能要按很多下 它才會跑出來 可是有時候它會跑出來 就會跑很多 你就沒有辦法控制那個量 那 我不知道這樣你們看我看得到 應該看不到 就它中間這邊啊 有一個洞洞 上 就是你按它 中間這邊就會跑出來 然後顏色 就會比較 好 有沒有看到 中間有條這樣子 紅紅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來做咬唇的效果 就是 擦起來很漂亮 它的設計 概念也 算是蠻吸引你的 可是使用上 真的太不方便 就如果你想要買一支 可以 有 多重搭配效果的唇彩 我覺得可以買一支來玩玩看 但如果你手上已經有很多唇彩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不是那麼必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只有買一支來玩阿 就是 嗯 它妝效漂亮是漂亮 可是就真的很不方便 而且 你從中間擠出來阿 那個抹就會 用抹的亂七八糟 就也是需要一點技術成分 才可以把它擦得很漂亮的一個唇彩 好唇彩終於結束了 呃 東西還剩超多的 我一本以為一集應該講得完 就是 所有的彩妝 結果呢 現在看來應該是講不完的 所以這一些 就是一些筆狀的彩妝 還有 睫毛膏 燙睫毛器 還有眼影 跟 呃彩盤 我留到 下一次跟 呃 韓國買的保養品一起講 因為保養品我可以講得比較快 我就留一些彩妝跟保養品一起分享 那 前面答應你們今天會分享的打亮阿 就這一坨 一大堆打亮 現在 跟你們分享 打亮真的超精彩 我這次買到好幾個打亮都很喜歡 先分享這次買到最亮的是這一顆 它是Etude House的 嗯 彩色的打亮餅 那它其實刷起來阿 就是一個 珠光白 就銀白色的珠光 然後它真的 非常非常亮 因為它是銀白色的阿 所以那個 亮白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 如果你要很高調 就是臉上一道白色的閃光的那一種阿 就選這個 它就 真的超亮 可是它完全是白色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這一個 然後呢 嗯 我比較喜歡的是這個 Tony Moly的 它算是 稍微低調一點 可是閃度也是夠的 然後算是香檳色 比較有一點偏黃的感覺 有沒有 你看上面這個 Etude House就是 整個就是白的 白到有點 藍藍滋滋滋的感覺 然後這也是有點偏黃 香檳色的打亮 然後 亮的效果也是很不錯的 然後 Tony Moly阿 我還買了修容的顏色 就是 我想說可以搭配打亮跟修容 我幻想呢 自己組一個便宜版的 這個 Shallow Tiberi這一盤 所以你可以看 算是還蠻相近的 就擦起來啊 就刷色的話 不會擦太多 所以 我覺得這算是 可以 變成窮人版的自主修容打亮盤 那色號是 這一個 修容色是7號 打亮色是8號 如果你想要試試看 修容打亮的話 這兩個顏色都很不錯 接著呢 是Essence的打亮 這個是霜狀的 我比較不喜歡買霜狀的打亮 打亮我喜歡用粉 因為我覺得粉狀的啊比較閃 所以我很少會買霜狀的 然後想說買一個來試試看 這一個呢 它的量比較低調 刷給你們看 它的量算是比較低調 我現在因為抹很多 所以看起來還是很閃 但如果你平常抹在臉上啊 一定是會拍開的嘛 那拍開效果就是這樣 算是很低調的珠光 然後它的珠光很細 就沒有亮粉感 像剛剛前面的那個 Etude House的 有一點點亮粉 可是其實擦在臉上 不會說看到一粒一粒顆粒 就是那種有一粒一粒顆粒感的那種 打亮我都不會買 我很討厭那一種 所以我基本上 我介紹的打亮都是 比較珠光的 然後可能會有一點點亮粉感的 那像這個 Essence的一個 它是完全沒有亮粉 它就是一個很細緻的珠光 如果你想要比較低調 就是皮膚那種透出很自然的光澤那種 可以選這一個 這個效果很不錯 接著呢 是Urban Decay的打亮餅 就是我看到好像是 大配的 上上個月還是上個月的 好物推薦裡面 還有推薦這一個 我才買的 因為它刷起來感覺真的很漂亮 而且 就是感覺珠光非常的細緻 就是 Urban Decay應該只有這一個打亮 它的色號叫做 Aura 然後 外殼是長這樣 就很Urban Decay的包裝 然後打開來呢 裡面是有點 像是粉紫色的感覺 刷起來呢 算是有一點偏光的 它不是我們平常看到的那種打亮 你看它很亮 然後它是有一種偏光的感覺 就是它比較不是用珠光或者是亮片 來創造出來的打亮 它是偏光感的 然後是有一點粉紫色的 比較適合堆疊在這邊這一塊 讓臉頰有蓬蓬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 呃 如果你不喜歡亮片的打亮 可以試試看這個 它就是粉紅色的偏光 這樣子 接著 是 我這次買到最喜歡 這個買到我真的是驚艷 超級驚艷 是這個 Mamonde 這個我買了兩個顏色 它除了刷起來很漂亮啊 它本身長相就很美 真的超美的 這個拜託你們看到一定要買 如果你有想要買打亮的話 這個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第一個 你看它這麼美 它這個漸層色 完全是銷魂的漸層色啊 你看這兩個 喔 好漂亮 然後刷色呢 我刷給你們看 我們先刷這個 有咖啡色系的 它 這一邊是打亮嘛 你這邊深色呢 可以疊擦在 呃 腮紅的邊邊 我今天就這樣擦 深色擦在這邊 然後打亮呢 我是打在整個七字跟 這邊 它不會顯毛孔喔 就我有 我有把打亮擦在這邊 然後完全沒有顯毛孔 刷色呢 是這樣 有沒有很美 而且超閃的 它的那個閃度很夠 然後很細緻 然後粉感呢 也是很精緻的一個感覺 有沒有有沒有 那這個呢 你除了可以疊在腮紅這邊之外 你還可以當眼影 因為它的顯色度很夠 接著來看粉色的 一樣刷給你們看 打亮的這邊 跟腮紅的這邊 那像粉色這個啊 它的腮紅 你就可以疊在你的腮紅的中央 讓臉頰看起來更蓬潤 然後刷色呢 是這樣 有沒有 超美的 這兩個的打亮色啊 都很亮很美很細緻 然後 就是它那個光澤不是 就絕對不像是便宜打亮的光澤 你看我現在臉上的光澤 就真的很美 然後 它這個粉色你疊在腮紅上也很美 然後都不會顯毛孔 所以你就看你是想要 這個咖啡色這一盤啊 它的顏色比較是有一點香檳色 然後粉色這一盤 這個比較偏白 比較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子 這邊黃黃的這個比較白 就看你想要什麼樣的色系 或者是 因為我覺得我兩個都太喜歡 我就直接兩顏色都買了 而且它真的太美了 這個漸層色真的很銷魂 然後它的價錢我記得好像是 一萬五千韓幣 對 那合台幣大概就是四百出頭嘛 四百出頭這東西 完全划算 而且它很大一顆 嗯 它上面沒有寫重量 對它沒有寫重量 可是它就看起來就是很大一顆 可以用很久 然後又有腮紅又有打亮 然後顏色這麼美 然後珠光這麼細緻 這個真的 沒有不買的道理 我強力推薦如果你想要買打亮呢 你就是這兩個挑一個買 或者是像我直接兩個都買 然後它還有一個橘色的 我覺得橘色就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那個橘就是 看起來不實用 然後橘色的打亮也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我覺得它有總共三個顏色嘛 我覺得就 這兩個顏色挑一個顏色買就好了 接著呢 是我亂買的 Kimmick打亮餅 這個台灣應該有賣吧 它就是 花花鴨紋那個系列的打亮餅 那我還沒有用過 反正我真的就是完全亂買的 先刷刷看 刷在這邊 它比較 它不是珠光的那種打亮喔 它算是 就是用顏色在打亮 它沒有什麼珠光 然後有一點點亮片感 微微的不會說看到很嚴重的顆粒 就稍微有一點點亮片感 然後你們看到就膚色亮起來 可是它沒有珠光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那種 適合用在眼下這邊的提亮 因為沒有珠光不會放大這邊的瑕疵 用在眼下應該還不錯 這個我用了之後會再跟你們分享我的心得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是什麼牌子的 The Face Shop的打亮液 這個呢 我跟你們比較一下 這個超猛的 就我有買Benefit這一組啊 我這一組下一次才會跟你們分享裡面有什麼 但是先給你們看 就它裡面有 它們這個打亮液的小包裝 這個 然後這個是The Face Shop的打亮液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對不對 擦起來一模一樣 超過分的一模一樣喔 好我把 The Face Shop的擦在這邊 然後Benefit擦在這邊 這個是The Face Shop 這個是Benefit 一模一樣 質地一模一樣 顏色一模一樣 然後拍開來呢 妝效也一模一樣 這個是The Face Shop 這個是Benefit 一模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價錢 它很多 這個 這一罐應該頂多台幣三百左右吧 我忘記了反正很便宜 那 The Face Shop Benefit這個 如果你要買正貨的話 應該是一千多 所以 兩個用起來 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這個是The Face Shop 這個是Benefit 兩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對Benefit這個 有興趣的話 拜託你直接去買The Face Shop 真的用起來一樣 不需要浪費那麼多錢 去買Benefit 好 接下來打亮最後一個是 肌膚之藥的打亮餅 這個我今天沒有辦法刷射給你們看 因為我買到壞掉了 就如果你有 Follow我的Facebook 或Instagram 你看到我PO 它的 慘 慘狀的照片 好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樣子 就是 肌膚之藥 當然就是奢華嘛 你看它的包裝 閃啊 閃 這包裝超漂亮的 然後肌膚之藥的東西很壞喔 就是它們會有一個 就讓人失去理智的味道 它這個香味 香味真的超舒服 就是有一點 玫瑰香混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反正 嗯 就是很優雅的一個味道 然後呢 我的打亮壞掉了 看得到嗎 它從中間 順著它的紋路 列成了兩半 就我那時候一打開來就 傻眼想說 超生氣的 因為我那時候很期待著 買這個東西 我是在 呃 線上免稅店訂的 然後在機場拿嘛 到了我回台灣到家 我才打開來 然後打開來 就是超想哭的 居然列成這樣 然後我現在是寫信在跟他們 機場免稅店的客服 再聯繫 看要怎麼換貨 反正 就是這個 壞掉了 那之後呢 我會把我所有 因為我除了這次買的 這幾顆打亮 我還有很多打亮 我之後會把我這幾個 所有打亮 一起刷色 比較 然後詳細的跟你們分析心得 所以這個我換貨之後 在下一次的打亮分享 會刷色給你們看 那你們今天就 就先看一下 我買這個 很漂亮但是壞掉的東西 好 以上就是我在韓國買的 彩妝的大部分 還剩下這一小部分 我下次會 放在跟保養品一起分享 然後保養品也蠻多的 就 我現在懶得拿起來給你們看 保養品也蠻多 就大概 隔了兩天三天吧 保養品的影片也會放上來 好 那希望你一起 喔對對對 保養品的影片啊 會有抽獎 那個抽獎 你沒有抽到 會垂心肝 所以 保養品的影片 一定要看 那個抽獎 我敢說 絕對是每一個 有在看我頻道的人 都會想要的東西 真的很厲害 所以 下一次 保養品的影片 一定要看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哥哥 可以借過嗎 哥哥啊 我要錄影 我要坐這裡啊 下去好不好 下去 喂 下去啦 小姐 小姐 下去啦你 車上那個底妝的光澤 特別明顯 這光澤真的超漂亮的 我很喜歡這個底妝